我和老公结婚九年 说好不要孩子享受二人世界 老公却和情人偷偷有了孩子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当我把不孕不育的报告甩在老公脸上时 他傻眼了 事情应该从三个月前说起那时 我就已经察觉到了赵华不对劲了 他公司的一次团建活动去爬山 我作为家属也参加了 那天赵华出乎意料地穿上了一双色彩艳丽的AJ 我从来没见过 我问他啥时候买的 赵华表情稍微一变 解释说是走过商场时看到很喜欢 随手就买了下来 但是赵华这个人向来怕麻烦 别说是让他买鞋子 就算是让他顺带买个肘子回家 他都会觉得麻烦无比 当时我选择信任赵华 多年的夫妻 他对我温柔体贴 始终是他人眼中的理想老公 我们仍然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每天出门前都会给我拥抱 然而 几天后 我在一个小男孩的脚上看到了一双与赵华完全相同的AJ鞋 我突然意识到 事情的真相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华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而我是公务员 我们工作忙 也没着急要孩子 结婚的第三年 婆婆和我妈就开始催了 我自认为我是个随和的人 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别人逼我做什么 因此 他们越催我 我反而越盛宴 每当这种时候 赵华总是会站在我面前 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 说这都是他的错 他应酬太多 赵华说等公司稳定下来 再和我一起努力生个孩子 我曾经因此而感动过一段时间 但现在看来 赵华并不是在为我挡风遮雨 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由于工作压力大 我经常在我们小区里的美容院里按摩 有一天 我刚结束按摩 正打算离开时 意外地与美女老板的小儿子相撞 美女老板看到他撞到我 立刻上前斥责他一顿 我正准备说我没事 突然目光一凝 发现孩子脚上的那双AJ鞋 竟然和赵华的一模一样 这双鞋挺好看的 你在哪里买的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但在我问完这句话后 美女老板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孩子年纪不大 听到我夸赞他的鞋子很好看 立刻兴高采烈地说 告诉你 这可是限量版的 普通人可买不到呢 美女老板也笑咪咪地表示 这是孩子爸爸给他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这让我不禁愣了一下 就在前几天 赵华提到有个朋友的孩子要过生日 还问我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 我那时候随口一提 男孩子可以赠送一双鞋子 这是巧合吗 当巧合的次数增多 也许就不是巧合了 回家后 我心里一直有种憋屈的感觉 我等到赵华晚上洗澡的时候 反复检查了他的手机很多次 他的微信里的女性头像 他都备注成了客户或者销售 仿佛是怕我误会 但是 他的这种行为反而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 我找了个借口说他的车子需要保养 让赵华开我的车去上班 我则代替他去4S店进行车辆保养 以前这些杂事都是我负责 赵华没多想 直接把车钥匙交给了我 我上车后 先在车内仔细寻找了一遍 在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后 我又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 复制了一份 接着我去电子市场购买了一些监控设备 把针孔摄像头安装在了排风扇里 接着 我又把追踪器安装在了车底 这几天一切都很正常 直到有一天 赵华打电话告诉我他要晚点回家 有个应酬 让我先去睡觉 不用等他 我立刻警觉起来 迅速启动了摄像设备 果不其然 发现了他的秘密 那天 赵华确实参加了一个饭局 但他并未独自前往 而是带着他的秘书一起出席 晚上10点多饭后 他们二人返回车内 驱车前往一处隐秘的公园 并停了下来 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怒火冲天 车子还没停稳 两人就紧紧相拥 画面落眼镜 我盯着屏幕 恶心的几乎要把手中的笔记本电脑扔出去 真想立刻亲手揪住这对无耻之徒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稳定下心情 离婚 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但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 因此 我一手录下了画面 一手拿起手机 给赵华拨了一个电话 刺耳的电话铃声让赵华吓了一跳 他骂了一句 捧起手机 看到是我打来的电话后 才与那位女秘书暂时分开 喂 老婆 赵华有意降低声音 装出一副醉酒的模样和语调 我装作极其关心 温和地问他 老公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喘气这么急促 赵华被吓得赶紧坐直身体 轻轻咳嗽两声后才开始解释 没什么 就是刚才在酒局上输了游戏 被罚做了俯卧撑 我忍不住冷笑起来 真的吗 你个戏狗 还能做俯卧撑 哼 你的老公你还不知道吗 俯卧撑有什么难的 轻轻松松三十个不成问题 注意身体 也别喝太多酒 早点回家 我强忍着怒火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自己 现在还不能和他翻脸 嗯 别担心 我马上就回去了 我心里冷笑 但表面上还是关心的问 饭局已经结束了吗 需要我去接你吗 我这话一出 赵华立刻就紧张起来 不用不用 我直接找代价就好 你早点休息吧 好的 那我就不等你了 嗯 晚安 我爱你 我被这句我爱你 恶心的打了个寒战 前一秒还在车上与别人缠绵翡测 下一秒就能淡定的说爱我 这个男人的虚伪程度有多深 在挂断电话后 女秘书又凑过来问赵华 你觉得 是你老婆好 还是我好 我嘴角不禁抽了抽 很明显 刚刚赵华的那句爱我的话引发了女秘书的嫉妒 赵华一脸笑意的伸出手捏了捏女秘书的脸蛋 说 当然是你了 我对那个老女人 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 我受不了 砰的一下把电脑合上 我紧握着拳头 尽全力压抑住心头的愤怒 那天晚上 赵华半夜才回到家 身上还带着浓重的酒味 他小心翼地走到床边 发现我已经入睡后 便去浴室洗澡 而就在他关上浴室门的刹那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清晰地嗅到他身上带着廉价沐浴露的气息 看来他为了销毁证据 已经找个酒店洗了 我盯着浴室门 恨不能立刻冲进去 逼问他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赵华轻轻地走出浴室 躺在我旁边 很快睡着了 看来是真累了 我整夜未曾入睡 凝视着天花板 思索着一些疑问 赵华的小三是秘书 还是美容店的美女老板 那双AJ确实是限量版 价格不菲 且市场上很难买 然而美女老板的儿子和赵华却穿着同一款式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我常去那家店 却始终未曾见过美女老板的老公 这不正常 还有多少秘密 赵华对我隐瞒着 一早 我向公司请了一周的假期 找了一家酒店 暂坐落脚之处 我现在需要静下来 好好筹划一番 虽然我们没有孩子 但我们名下有二套房产 其中一套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 还有一套学区房 我要小心他转移财产 我找了侦探 替我调查一下那个美女老板 我直觉告诉我 他和我老公赵华肯定有事 忙完以后 我刚准备吃外卖定的肘子饭 赵华的电话进来了 媳妇 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我一直找不到你 公司接到一个紧急的大项目 我得出差一周 我淡然地回答 胡编乱造 去出差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赵华显得有些诧异 我也是今天早上突然接到的通知 看你正睡着 就没去打搅你 哦 那好吧 吃饭了吗 千万不要扼着自己 我会担心的 我已经吃过了 我马上就要去跟客户见面 先就这样吧 我实在无力在跟赵华扮演那对爱的夫妻 心情烦躁地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我关掉手机 决定好好睡一觉 最近几天我都在酒店宅 每天订外卖 然后打开监控 看看赵华在干什么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赵华生活非常规律 也没带人来家里胡搞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难道不应该尽情享受 和那个小秘书一起欢快吗 我不可能相信一个习惯偷吃鱼的猫 在主人离开后 会变得乖巧服从 难道他已经察觉到我在监控 因此故意表演给我看 我再次前往电子市场 购置了几个摄像头 我计划将这些摄像头安装在家中 想要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趁着赵华上班的时间 我偷偷回到了家中 我细心地打量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 似乎一切都跟我离开时一样 连餐桌上那只剩半杯水的杯子 也依然原地不动 我离开时扔在茶几旁的垃圾 至今仍在原处 那么 他没在家里住吗 要不然 家里的这些物品 怎么可能还保持原状呢 那么这几天赵华去哪了 我立刻将手中的针孔摄像头全部安好 我想知道 他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在离开的时候 我打量了一下房门顶部 也装上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希望能捕捉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吧 大概在傍晚五点半左右 赵华驾车回到家 他换上一套居家服 然后直接出门了 这是怎么回事 赵华居然会穿着居家服就出门 切换画面 赵华镜子朝着对面的房门走去 不久 门打开了 一个小女孩满心欢喜地跳到赵华怀里 口中喊着爸爸 赵华非常贴心地弯腰抱起小女孩 然后走进了对面的房间 我一直保持着注视着屏幕 恍惚了好一会儿 我执着地反复查看了几次监控录像 确定那个小女孩口中呼唤的 确实是爸爸 爸爸 赵华何时多了一个女儿 赵华的情人居然住在对门 难怪我们每次遇到 他都会多看我几眼 赵华不仅背着我有了外遇 还大胆地把情人和私生女多安置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 他不怕我发现 整个夜晚 我都未曾看到赵华从隔壁的房间走出 直到早晨7点10分左右 我才看到他从隔壁的房间回到了我们的家中 接着他开始洗漱 换衣 然后去上班 当我看到赵华穿着整洁的衣服出现在镜子前的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 真是个伪善的禽兽 正巧这个时候 侦探打来电话 告诉我他已经查到了一些关于美女老板的信息 原来美女老板是赵华的高中同学 他们在八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重逢 然后就偷偷地在一起了 当美女老板怀孕找上门时 赵华把美女老板送到了农村老家 并每个月按时给他打钱 怪不得自从我们结婚后 赵华总是借口繁忙 连过年过节都不带我回家探望他的父母 侦探提供的信息显示 大约一年前 美女老板带着孩子来到城里 估计是受够了乡村的贫苦生活 来找赵华团聚 翻阅着这份资料 我不禁冷笑 赵华 你究竟有多少情人 让我戴了多少次绿帽子 难怪赵华从不提及要孩子的事 原来他已经凑成一个好字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告诉自己对这种人生气是不值得的 冷静下来 思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想必美女老板是认识我的 否则他也不会每次都对我露出那种虚假的笑容 既然赵华有小三小四 而且他俩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那我何不让他们狗咬狗 互相斗呢 我做出决定后 立刻就开始行动 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 然后假装刚刚出差回来的样子 在他下班前回到了家里 没过多久赵华就回到家了 看见门口的行李箱和我那双高跟鞋 有些吃惊 老婆 回来都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可以开车去接你的 公司的车子直接把我送回来了 没事的 你吃晚饭了吗 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吃 赵华伸手帮我按摩额 以往每次我出差归来 他都会这样帮我按摩 我曾经多么享受这一切 现在却感到无比反感 我强忍住想要推开他的冲动 淡然回答 不必了 我不想出去 就在家里随便吃点吧 就在我跟他交谈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是谁啊 我刚要站起来 没想到却被赵华紧紧抓住 他紧张地说道 你就安心地躺着 我去开门 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时候 他已经匆忙地走出了房间 我微微站起身 故意放慢了脚步跟了上去 只见赵华刚打开门 那女人就立刻扑了上去 熟练地勾住了他的脖子 哼 真是亲密 我故意大声问道 谁啊 亲爱的 我随后缓步走了出来 赵华立刻和那个女人拉开距离 他也立刻松开了手 哦 隔壁邻居 过来借酱油的 那女人看到我一身专业的职业装 顿时露出羡慕的神色 她身上紧穿了一件简单的家居服 我猜测她可能没有工作 全靠赵华过日子 姐姐 我家里正在做饭 突然发现酱油用完了 想向您借一些 她带着歉意的笑容说道 哦 需要借酱油吗 稍等一下 我马上去拿 她借完酱油回去后 赵华深吸了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 我的提问 又让她紧张起来 你什么时候跟林家小妹 变得这么亲近了 赵华像是踩到了痛处一样 立刻就紧张地开始解释 林林 你别误解 我 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你这么紧张干嘛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只是怕你误会 那个女人的样子 你觉得我会看上她吗 赵华忙解释道 我微微点头 心中却在冷笑 你俩都有了孩子 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赵华 你真够无耻 第二天 正好是周末 我特意精心打扮 去了那家美容院 美女老板一见到我 立刻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哎呀 姐姐 好久不见了 你不来我这里 我都觉得 这里冷落了许多 呵呵 是这样吗 她倒是会表演 她明明知道我的身份 但依旧装作若无其事 我找了个地方坐下 说道 今天染个头发吧 好的 姐姐你看要选什么颜色 你尽管来 我听你的 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 她坐在我对面 小心翼翼地拿起我的手 直勾勾看向我中纸上的大钻戒 姐姐 你这枚钻石戒指太大了吧 值几万吧 美女老板满脸羡慕地看着我 语气中酸楚之意难以掩饰 我顺势望向她指向的这枚戒指 故作叹息 姐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看到她上钩了 我便开始倾诉 哎 这次出差回来 我总觉得我老公在背着我偷偷找别人 美女老板全身一震 不可能吧 姐姐 你是不是多想了 我摇了摇头 这几天她对我一场殷勤 不仅带我去海底捞 还给我买了钻戒 你说 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其实这只戒指是赵华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时 特别为我定制的婚戒 美女老板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为我修剪支架 实际上她的心早已飘到了别处 我刻意压低了声音 直视着她说 我怀疑 那个小三就住在我对面 什么 美女老板听到这里 意识到我说的并非她 立刻松了一口气 还故意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这么近 真的吗 姐 你肯定是弄错了 误会什么 我这趟出差提前回来 看到了隔壁那个小女孩 长相简直和我老公一模一样 还有隔壁那个女人 她看我老公的眼神 就像是种了春药一样 我都在怀疑那套房子 是不是我老公买的 否则她这个单身女人 哪有那么多钱 什么 美女老板的声音中带着惊恶 立刻喊了出来 注意到自己的失态后 她有些尴尬的干笑了两声 对不起 我刚才太激动了 没关系 我笑着摇了摇头示意她 你不激动才怪 再者 我发现我老公名下 忽然多出一套学区房 我们没有孩子 她买学区房干啥 会不会就是为了那个女邻居的女儿买的呢 学区房 美女老板的脸色骤然一变 没错 就是三道口小学那一块的 我记得你好像提过 你的儿子因为没有学区房 所以没去上 是的 是啊 美女老板轻轻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苦涩 我心里暗自窃笑 我看她女儿都三四岁了 想到她们背着我这么多年 美女老板没再说话 但从她极度 羡慕 恨的神情中 我已看出她内心的波动 美女老板每天都在这里心情的做美容 尽心尽力的伺候客人 笑脸迎人 而别的情人却轻松地拥有了一套学区房 美女老板原以为 买双AJ鞋就算是对她们母子的照顾了 却不知赵华对自己的女儿更加宠爱 果不其然 听完我这一番话后 美女老板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甚至不小心弄疼了我 我轻声安慰她说 没关系 然后给她灌输最后一句心理暗示 你说 如果我老公真的背叛了我该怎么办 小三为她生了一个女儿 我好后悔没要孩子 如果我有个儿子 我就不怕她了 看到美女老板的脸色从惨白到恢复正常 我知道 我成功了 我现在就是在滋养她的野心 在离开的时候 我故意把我的香奈儿粉饼留在了那里 这个粉饼 我看到她偷偷地观察过好几次 看样子 她非常喜欢 第二天我去了赵华的公司一趟 赵华每周一都会有高层会议 我特意选择了她开会的时间 带上她喜欢吃的饭菜 借口给她送饭 实际上是去看看另一只小狐狸 徐贤是赵华的贴身秘书 他见到我后 非常热情地称呼我为老板娘 请您先在这儿稍等 我去通知赵总 徐贤从容大方 和身的职业装紧贴着身材曼妙的曲线 加上精致的妆容 的确容易让男人为之倾倒 不得不说 年轻真是美好啊 没关系 我就等她一会 不久之后 赵华结束了会议 带我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难道 你不欢迎我吗 你这话说的 我娇称地笑了笑 转过头对身后的徐贤说 徐小姐 我想来杯咖啡 麻烦你了 赵太太 请稍后 我马上就回来 徐贤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我注视着他若有所失的背影 然后将目光转移到赵华的脸上 你们之前在聊什么呢 赵华似乎故作轻松地问 然而视线却在四处游移 显得有些不自在 和赵华相处了这么多年 我清楚地知道 这是他内心感到不安时的微妙反应 没说什么 我微笑着 走到茶几旁 打开餐盒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肘子饭 快尝尝看 亲爱的 你对我真好 赵华边说边从后面紧紧抱住了我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推开 徐贤看到我们的亲密动作后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 手中的咖啡 全部洒落在了地上 赵总 对不起 我会立刻处理的 徐贤有些慌乱地蹲在地上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还能做好什么 赵华很不高兴地说 徐贤拿着咖啡杯 迅速离开了现场 在赵华吃饭的时候 我小心翼地把一个微型监听器安装在他的办公桌下面 我故意在徐贤面前炫耀恩爱 故意让他感到无比委屈 我真想看看 等我离开后 这两个人的真面目到底是如何的 在离开赵华公司后 我并未直接回家 而是马上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刚走进房间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监控软件 果然 徐贤进入了赵华的办公室 并且连窗户都关上了 这个小女孩真会 口中说没什么 眼中的泪水却不停地滴下来 赵华连忙承诺说 会给他购买最新款式的香奈儿包包 徐贤这才止住眼泪 然后这两人迅速地拥抱在一起 开始亲热起来 完全不在乎周围是办公室环境 似乎他们在办公室 进行这种亲密行为 已经并非首次 情景让我无法直视 赶紧将电脑盖子合上 那天晚上 赵华给我来了个电话 表示自己需要加班 回家会比较晚 叫我先去睡觉 不必等他 没想到他居然白天在办公室 已经玩得够位 晚上还有精力去找美女老板 赵华倒是个时间管理高手 小情人一个个都安排得紧紧有条 难道就不怕事情败露 我之所以知道赵华去了美女老板那里 是因为那块香奈儿粉饼里面藏着录音设备 美女老板的儿子拿着100分将赵华哄得心花怒放后 他找机会跟赵华索要学区房 赵华生气地反问 要什么学区房啊 给你的美容院还不够吗 赵华的语气立刻发生了变化 美女老板自然不会甘心 以孩子需要上学为由 坚决要求必须有一套学区房 这让赵华立刻有些不悦 但面对美女老板的纠缠 赵华只能无奈地向他解释 他的手头并没有学区房 即使有 也是他和我的共有财产 然而 美女老板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毕竟我告诉他了 赵华已经给那个女人一套学区房 他认为赵华是故意不肯给 情绪激动之下 竟然和赵华动起了手 耳机里传来的是他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砸物品的声音 打架声 最后是孩子的哭泣声 最终美女老板直接使出了他的绝招 简单的一句话 你究竟愿不愿意给我房子 如果你不给 我就把咱俩的事告诉你老婆 赵华无奈 只能选择妥协 暂时答应会为他和孩子重新购买一套学区房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美女老板明白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 便不再紧追不舍 毕竟 他手中握有赵华出轨的证据 只需按部就班的获取他想要的 看到两个人暗中耍心机 我心里暗自窃喜 感觉好戏就要开始了 当我再次见到赵华时 他的右脸上有一道细长的血印 我关心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回答说 在楼下见到一对夫妻争吵 于是便上前劝解 没想到反而被女方给抓了一下 我装作毫不知情地为他抱不平 拿出酒精为他消毒伤口 接下来的几天 赵华一下班就直接回家 再也没有和任何小三单独相处 我猜他可能是觉得焦头烂额 觉得在我这里更为安逸 然而 我又怎能让他如此安逸呢 我美容院在做按摩的那天 假装去接一个重要的电话 我尽量表现出一副交集的样子 向电话那头的人表明 我已经拿到医师从业资格证 各种证也已经办好 如果在此关键时刻出现问题 我们筹备已久的事业 岂不是就要白费了吗 挂了电话 我瞥见美女老板悄悄偷听 果然 她在后面给我按摩的时候 开始试探性的向我打听 姐 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你说 要开一家整容医院 这是真的吗 你的老公会为你投资吗 我冷笑一声 回答道 靠他 我告诉你 女人不能完全依赖男人 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开设医美的事情 我老公并不知情 这是我和闺蜜共同创办的 顺便问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我尽量表现出诚挚的态度说 如果不是因为有个朋友 临时需要资金而选择退出 我也不会向你提出这个提议 你看看你现在的店 一年的利润也就勉强达到几十万 还要辛辛苦苦的经营 不如和我一起经营医美医院 这个行业的利润可是相当可观的 美女老板的目光闪烁不已 似乎已被我的话所吸引 几个月前 我就曾有意无意的提到 医美医院能赚钱 想必她的确心动不已 因而给我按摩时更加卖力 能认识姐真是我的福分 您这边还缺多少资金呢 我看看够不够 只需三十万而已 你想想 以后你只需坐在后台指挥 我们就能轻松赚钱 多舒服啊 男人 爱哪去哪 那天晚上 美女老板就向赵华索要资金 理由是想要扩大经营 发展事业赵华自然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 要明白 现在她可是得同时应付三个情人 哪里用不到钱呢 赵华立刻把美女老板的联系方式全数拉进黑名单 她觉得美女老板胆小怕事 只需冷落她几天 她就会恢复乖巧 不再敢有其他念头 然而 赵华显然低估了一个女人的决心 美女老板希望她能引领她走上高贵的人生 因此 即使不加以煽动挑拨 她与赵华终究会鸡飞狗跳 现在 我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 等待不久之后 于死网破班的日子来临 有一天 我向赵华提议出国旅游 赵华立刻答应了我的提议 她近期被几个女人纠缠不休 也想趁此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在赵华沉睡的夜晚 我悄悄地向美女老板发送了一条消息 告诉她我原本预定的美容时间需要延后 因为我要陪同我老公出国旅行 我还告诉她 等我从这次旅行回来后 我打算和她离婚 每天生活在疑虑和猜忌中 我已经筋疲力尽 至于赵华是否有其他的情人 她想和谁过就和谁过吧 美女老板听后 劝我再三思考 我坚决地告诉她 我的决定已经定下 后天一早 我和赵华正准备提着行李出门 我假装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胃痛 赵华被吓了一跳 航班取消后 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 满脸歉疚地说 对不起 老公 让你白白请了假 正当赵华想要开口安慰我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原来是美女老板在听完我的话之后 越想越生气 她害怕赵华跟我离婚后 会跟对面的女邻居结婚 把她给甩了 明明自己也是小三 竟然还理直气壮找小四 骂小四是狐狸精 出乎意料的是 对门女邻居似乎也并非善茶 面对美女老板 她毫无惧色 更是嚣张跋扈地嘲讽对方是老女人 美女老板完全暴怒 她直接反击 狠狠扇了对方一记响亮的耳光 小女孩才三四岁 从未经历过如此大场面 嚎啕大哭 挣扎着呼唤着妈妈 结果 美女老板因为觉得太吵闹 直接用力推开了小女孩 使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女邻居一看 直接冲上去抓住美女老板的头发 开始打起来 这场混战迅速吸引了周围许多邻居的关注 而这喧闹声自然也传到了我和赵华的耳朵里 外面是什么声音 我听到外面的动静满脸疑惑 我去看看 赵华显然有些紧张和不安 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我也要去 哎老婆 你别去了 看别人打架有什么意思 赵华紧紧抓住我的手 试图阻止我 但我已经迈步走到了门口 一把推开了门 只见两个女人疯狂地互相拉斥着对方的头发 死死不肯放手 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 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 有些人甚至在录想 老公 这不是女邻居和美容院的美女老板吗 怎么会打架呢 我装作一脸惊讶地问 我 我也弄不明白 赵华一脸尴尬 微微颤抖的嘴角泄露出他的无奈 或许 他也没想到 美女老板敢主动找上门来 眼前的情形实在是让我心潮澎湃 狗咬狗 打斗场面果然精彩无比 哎 别再打了 我走上前去劝架 却被那位女邻居一脚踹去 虽然我躲闪得很及时 但右腿还是被他踢得通红 你们都给我停下 愤怒已久的赵华直接冲上前去 强行将两人分开 一人扇了一个耳光 女邻居立刻就愣住了 美女老板也感到意外 本应在旅行的我们 怎么会在家里呢 不久后 有人报警了 然后我们都被带回了警察局 我们已经清楚了情况 您是被无意中伤害了 我会让事发人过来向您道歉 警察在说完这句话后 我平淡地看了一眼我的邻居女士 然后说 我不能接受 她必须跪着给我道歉 听到这 所有的人都呆了 连赵华也没想到 平日温文尔雅的我 也会如此强硬 女邻居僵住了一秒钟 看见美女老板 泡来的幸灾乐祸的眼神 忍不住崩溃式的大哭起来 接着 他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我老公出轨的事实 我在警察局哭得泪流满面 视频被好心人传到了网上 标题醒目 为了争夺正式的位置 两位情妇相互争斗 情妇之间的争斗 实属罕见 这件事情迅速引发了热议 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而我也成为了这次事件中 最无辜的受害者 小三打上门 小四住隔壁 这些话题都是在为我深渊 我得到了全网的同情 而对于赵华来说 遭到了网友们的一面倒谴责 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赵华只能待在家中 一边求我原谅 一边在网络上雇佣水军 来消除影响 然而我怎么可能会让他如愿以偿呢 我秘密地将他和徐贤 在办公室亲热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网络哗然 让人惊讶的是 除了小三 小四 如今竟出现了小五 而就在徐贤成为网报目标的第三天 他主动站出来承认了自己和赵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然而 他却表示这并非他愿意的 而是被赵华所逼迫的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 他也是身不由己 网络上的人不是傻子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我还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手 我公开了两个人的车阵视频 其中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 他这次应该无法否认了吧 这段视频在网上悬挂了整整一天一夜 最终被删除了 徐贤被网友揭露 原来他是个渣女 在和赵华交往的同时 还和其他几位优质男士保持着恋爱关系 新一轮的网络暴力再度来袭 徐贤无处可逃 只能被迫退回老家避风头 而美女老板和女邻居这两位 无奈之下只能黯然搬家离开 赵华是个极为聪慧的人 略微理清思绪后 便怀疑到了我 赵华来到我娘家寻找我 想和我当面谈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但是要求在外面的咖啡馆进行交谈 赵华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答应了 刚刚落座 赵华便急不可耐地开口质问我 这一切是不是你捣的鬼 我自然不会认 你出轨了 找了这么多情人 还好意思说我吗 赵华气得恼羞成怒 举起手就要朝我杨拳 我躲过去 反过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 我告诉她 赵华 这一巴掌是为我自己打的 你在这九年里 出轨了我无数次 知道的有三位的情人 两个孩子 未被我发现的 还有几个 赵华彻底被激怒 冲上来就要打我 却被旁边的好心人挡住了 你这打女人的 还算男人吗 像你这样的渣男 才应该挨打 说完 那个男人直接挥拳 向赵华的脸部猛击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 也纷纷上前 一起对赵华进行了痛打 直到警察将赵华带走 这事才算结束 然而 赵华暴力的画面 很快就在公众面前曝光 对此 众人对这个渣男的憎恨 已经达到了顶点 更有人不禁纷纷猜测 除了已知的三个情人外 赵华是否还有其他的情人和孩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心痛欲裂 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 赵华完全无法反驳 直接被裁定离婚 他甚至因为重婚罪 故意转移财产并罚 最终被判刑 而我作为受害人 成功得到了大部分的财产 一个月后 我去了监狱探望了赵华 他似乎一瞬间老了许多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 眼高手低的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我 赵华带着冷漠的音调说道 李玲 祝贺你 你的目标已经达到 我却笑着摇头 回答他 不 还差最后一步 这是什么意思 赵华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 赵华 你知道杀人诛星是什么意思吗 我淡定地看着他 你想表达什么 赵华似乎有些不耐烦 你知道吗 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 尽管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我却一直未孕的真正原因 我带着笑意说道 你不是一直在服用避孕药吗 赵华显得有些烦躁 不愿多看我一眼 不对 我摇了摇头说 三年前 我就已经打算要孩子 那时就已经停止服药了 不可能 赵华立刻反驳我 每次事后我都看到你吃药了 呵呵呵 我冷笑一声说 其实我早就把避孕药换成了维生素 但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怀孕呢 你 有什么想说的 赵华立刻警觉地盯着我 看了这份报告 你就会明白 我微笑着将手中的体检报告递给赵华 我已经做过检查 我的身体完全健康 所以 问题肯定是出在你 赵华的身上 不 这绝对不可能 赵华猛地拍桌而起 请坐下 他身后的预警马上过来 强行将他按回座位上 不 你是在骗我 对吗 赵华血红的双眼 紧紧地盯着我 你要是不信 你出来以后自己去检测一下吧 我递给他两份DNA检测报告 上面的姓名 你应该都是认识的 对吗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赵华拿着那两份报告彻底崩溃了 口中以绝望的语气呼斥道 你在骗我 这是你伪造的报告吧 我冷冷地看着他 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有些可怜 发现自己的儿女并非轻生 这应该是个巨大的打击吧 赵华 你只不过是个笑话 我留下这句话 转身离开了监狱 我把两套房子卖了 以后离开了这座城市去大理生活 开了一家小甜品店 养了一只猫 好 按重 语气收藏 语气收藏 终于 이번温 lle 完全佐ỹ 空性 而 其中 即以 做 过 doing 我们 做